哎呦 一人隋堂跟小孩在家玩得开心 但在楼下邻居口中 却成了制造噪音的恶灵 谁对谁错还没法院定夺 如今当事卖屋防众先发声 我跟他碰面至少五次 我都觉得他非常的亲切 我是不解为什么会有人说 他会大骂管理员 这个我是真的 我是难以相信啦 力挺隋堂为人亲切的人设 防众陈泰远在脸书列出了九点 强调真相的拼图 由他补上一块 其中完溜滑梯风吹树叶 成泰远说溜滑梯是前屋主 设置在楼中楼的 先前也没吵到楼下 樱花树也是由前前屋主种的 认为隋堂最后是不得已才砍掉 另外楼下前屋主持有房子 超过十年 期间历经三组不同家庭 也没抱怨过楼上有噪音 而楼下A母女承接后 三年期间也没抱怨过楼上 前租客一家五口 不明白为何后期才开始抱怨 何况隋堂购物后 还把地板加厚了三十公分 但其中不少人质疑 豪宅是不是因为楼下邻居才降价 陈泰元也强调并非大众猜测 如今当时房众发生还原始末 但谁对谁错 恐怕还是得交友 司法定夺 三新闻林文玉超军琪 台北报导 中文质疯 十年 了计刑